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您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您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星島的老闆何柱國 他在今天寫了兩篇文章 刊登在報紙上 第一篇的標題叫做 堅守信念不忘初心 為香港再奮鬥 這篇文章是寫給誰看的 寫給深藍看的 整篇都是非機文 主要是用來安撫深藍的敗選情緒 因為那些深藍現在有敗選後遺症 他們本來以為自己真是沉默的大多數 以為自己才是主流民意 奈何的選舉結果出來以後 就輸到七個一皮 所以何老闆就寫了這篇文章 去安撫那些建制派和藍絲 其實最重要是最後一句 他就說 建制派的朋友就要堅信 你們除了有四成敢於站出來支持建設力量的選民支持 你們還有中央的支持 這就是香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也是無往而不勝的重要因素 所以這篇是非機文 不是給我們一般市民看的 至於第二篇就重要了 第二篇的標題就是 我所認識的李嘉誠先生 這篇文章 擺明是力撐李嘉誠誠哥 整篇文章對誠哥 就是正面評價 而且非常抬舉誠哥 這個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 所以值得我們一看 首先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這個吳秋北大會長 他質疑誠哥應急前計劃的目的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誠哥為你縱容暴力之後 才作出修補關係的舉動 是本末倒置 這個是吳大會長的評價 那麼何柱國何老闆怎麼說呢 他就說到 香港近日受到社會事件影響 經濟急劇惡化 長和集團的資深顧問李嘉誠先生 慷慨捐出10億元 成立這個應急前計劃 資助受影響的中小企 李先生的行動是 本住一貫對香港社會的關愛 期望在社會有需要時 能夠實時說中送壇 無奈這種無私的行動 卻受到部分人士 包括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先生的誤解 以至作出種種不實的揣測 然後第二段 整段就是簡介誠哥的應急前計劃的詳情 以及他幫了多少人 以及他在中國幫了多少人 這個真的完全是打臉 可以用這個形容詞的說 吳秋北是顏面何全 何老闆專門寫一篇文章 告訴你 誠哥的舉動 如何有福於社職 你就要看看 細月一下 至於何老闆在第三、第四段 更加是對誠哥作出了極高度的評價 這個可以說是極之抬舉 而且他還幫誠哥駁斥一些評擊 所以這篇文章真的寫得很好 未必是他寫的 可能是他的文章寫的 但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何老闆說 李先生聲明樹大招風的道理 近年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對他的評擊 他也是以平常心去面對 特別是現今社會嚴重撕裂 要在這個時間獨善其身並不容易 何況是要站出來做應該做的事 李先生冒著承受非短流場的風險 堅持挺身而出 解忠小企於道元 皆因他明白到 作為愛中國、愛香港的社會領袖 是有責任為社會穩定、出錢、出力 以適當的公益活動支援弱勢 是反貴大眾 同時保持社會穩定的最好方法 你想想 何老闆寫出這樣的文章 是不是跟他平時的言行舉止 是很大的差別 這篇文章 值得中學生去看學習一下 如果要怎樣包揚一個人 怎樣讚賞一個人 你看這篇文章就很適合 他那些顯詞用字 他那種文風 最後一段更加厲害 李嘉誠先生是我最尊重的長輩 在日常的接觸當中 知道很多抨擊 都是基於不實的傳聞或印象 和事實背道而馳 多年來 他在商界取得無人能及的成就 到了今天 他在商場退下來 全力投身慈善事業 他的心中別無所求 只是期望香港好 國家好 是個百分百愛香港 愛國家的人 這個就是我所認識的李嘉誠先生 你想想 他連成哥 他的本意 他的原意 都幫他思考 愛國 愛港 哈哈 這篇文章 真的非常厲害 我又不會說他擦鞋 因為 第二 何老闆 這麼多的身家 他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 在商場之中 可能是朋友之間的 一個 吹捧 叫做 吹捧 中性 你說這篇文章 是不是寫得非常厲害 非常好 水準是很高 還有 那些抨擊成哥的人 看完之後 你答好不答好 你又要回覆何老闆 如果是這樣 你這個吳秋北大會長 現在何老闆登整版 全版的廣告 是寫他那邊的文章 就是 對於李嘉誠先生 作出極度正面的評價 那你怎麼辦 是不是 別人告訴你 成哥 他做了什麼好事 而他做好事 背後的原意 他的目的 是怎樣 你怎樣拼搏 對不對 你這些就是嚴重的打臉 希望他不要再在那裡 踩 成哥 我等一下又說 蟑螂王說完又說 不是 是轉載的 不是他做的 誰不知道不是你做的 但是你是否認同才行 你又說 登市民來判斷 自有公論 那你怎樣論 才行 好了 這篇文章就說完了 說一下 我們香港的容官 今早上午 星期六 上午 整盆容官都出來說話 先說楊潤雄 先說楊潤雄 說搞教育的 其實不懂何謂教育 楊潤雄大局長 今天竟然說到一件事 他說 國家的大學 未來就應該檢討 和改善日常的管理運作等等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 不少校園和宿舍都開放給所有人 從安全的考慮上 是不是應該作出檢討 考慮怎樣做到平衡 你根本上就不知道 什麼是大學 對不對 這裡是香港 香港就和國際社會接軌 這裡不是大陸 大陸的大學和宿舍 就是一個很嚴密的監控 是不是 大家看報道都知道 規定你幾點鐘起床 幾點鐘睡覺 或者規定你要接床 規定那些宿舍就不准關門 否則就有罰則等等 這裡是香港來的 香港的大學是不會設置任何關卡 絕對是會讓市民可以自出自入 這個就體現到一家大學 什麼叫做學術自由 什麼叫做開放社會 那些市民甚至乎可以進入室舍 聽課 旁聽的 你懂不懂 你楊潤雄大局長 知道什麼叫做大學嗎 那些中學生 又可以進入大學的校園 感受一下氛圍之餘 還可以在裡面自收 當然圖書館進不了 但外面 你想想像廟宇花香 成大這樣計 裡面有這麼多的書桌 你就是完全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給他們學習 你懂不懂 叫大學去怎樣做到平衡 說他開放給所有人 開放給所有人是很正常的 傻瓜 這些人搞教育 你死不死 你怎樣 要登記嗎 要檢查學生證詩給入 你真是笨蛋 就是要好像沒有染雞籠這樣才行 因為大學就是一個追求學問的地方 孔子也說有教無類 就算一個人資質比較平庸 進不了大學 如果他有心去大學那些講課旁聽 聽聽他自然的知識水平 他的文化水平都會提升 就不像你那些警察 你那些局長 你那些容官 只會出糧 在那裡騙OT 不知有些人 出十幾萬 一個月 不知所謂 至於另一個 就叫做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 最無恥 為什麼呢 他又在抵賴 人家那些記者問他 喂 政府會不會透露催淚彈的成份 他又說過去從未間斷和專家 去探討社會事件 對於市民健康風險的影響 他又提到 催淚彈和燒雜物 都會釋出有害物質 都會對健康有影響 人家問你催淚彈 你又說燒雜物 燒什麼雜物 對不對 你真是多餘 人家問你催淚彈的成份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猛婆 答都答不到 根本上你就不知道 或者你知道 你也不敢公佈 隨便一樣 人家說東 你就說西 說什麼催淚彈和燒雜物 燒什麼雜物 有什麼雜物給你燒 你知不知道燒雜物 釋出二惡英要二百多度 你當街頭很久是焚花路 在街頭那麼空曠的地方 怎麼燒到二百多度 對不對 你那些催淚彈有沒有釋出二惡英 你又不敢回答 人家有一些科學團隊 是本地人來的 買了一些生埃氣體的檢測機 借給前線記者在現場檢測 生埃的濃度 結合了一份報告 證實了催淚彈中的CS 在發射之後 就可以被分解成為 青化氫這種化學物質 青化氫就是生埃的一種 人家在現場錄得 多次生埃濃度是超標 因為你射了催淚彈出來 在五次檢測當中 有三次還爆錄 超出了那部檢測機的上限 那你生埃那方面又怎樣 燒垃圾又有生埃嗎 真是麻煩你陳大局長 是要開誠報公 把真相說出來 你自己都在這個港大那裏 教書教了這麼多年 你應該很明白的道理就是 你說任何事情之前 你是要有科學根據的 對吧 你說的東西到底有沒有根據 別人問你這個催淚彈 你說催淚彈和燒垃圾都會釋出儀惡英 你敢不敢說那些示威者燒的垃圾 有儀惡英 你有沒有證據 對吧 那至於你的催淚彈 有沒有釋出儀惡英 如果你說沒有的 那有沒有證據 對吧 你到底有沒有檢測過 叫你給那些催淚彈 那些大學的研究部門 去調查一下 你又不敢給他 對吧 一味大家在那裡大隻 說一口 因為大家都知道 赤二惡英的物質 那些機器 是很貴的 基本上 民間是很難做得到 那你就讓大學去做 讓研究機構去做 對吧 你拿出來 你拿一些樣本出來 讓別人去試一下 還有 之前你說那些催淚彈 分過的水果 是可以沖水 可以吃的 你敢不敢吃 說話 現在說到又生埋又二惡英 你敢不敢吃 你吃給那些市民看吧 說話 即是沒有跟沒有句 你不要說 你在立法會那裡說話 有市民看的 看完之後 如果相信了 你就怎麼辦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